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使用教育部所提供的遠距免費視訊的預約跟申請 請你到邱文勝老師的網站 到Google網站直接搜尋邱文勝進到邱文勝老師的創意天空製造者時代 教育部的遠距視訊系統的會議連結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進去 進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是使用教育雲的帳號 所以你要點選教育雲 然後使用教育雲端帳號或縣市帳號 所以要點這個地方 然後請你再選縣市登錄花蓮線 然後這邊呢就請你輸入你的OpenID 我們全部花蓮線的OpenID都可以使用 所以基本上老師你只要有OpenID就可以預約 這個教育部的Room的系統 那就直接登錄 那登錄之後呢 每個人呢他可以預約的是 原則上是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也就是兩次 一次最多四個小時 所以是兩次 那這邊呢是 這個是他的Schedule Schedule裡面 這是今天的日期 然後這是時段 然後這個有顏色的地方呢 就是表示有人預約 那教育部 他買了十個帳號 所以同時可以開十個會議室 所以只要這個下面是有空的 你就有辦法可以預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輸入你的 會議的名稱 然後選擇會議的日期 然後時段 然後會議的密碼 然後會議的密碼 教育部這邊提供的會議是進去都要密碼 所以你要設定一個密碼 那這個密碼 你到時候提供給 要提供給那個要開會的人 然後這個主持人密要呢 只有你自己知道 這個到時候 到時候你進 進那個會議室之後 你要去要求主持人的權限 那你就要把這個密碼輸入 然後這邊是你自己的 常用的電子郵件 他會發確認信給你 那麼當你預約之後 直接按送出就可以 好 那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去收你的信 看那個預約完成的通知 好 那麼你下次再進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你預約中的 的時間 好 時間跟連結的部分 那所以到時候 如果你要進去的時候 別人如果點連結進去 他要等你 時間到開 那個主持人登錄進去之後 他們才可以進去 好 那如果是你自己 你自己呢 到時候也是直接按連結 好 因為現在還沒開始 所以 所以還不能進去 好 那你到時候直接按進入會議室 然後再把密碼打進去 好 會議密碼就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呢 你再跟他要求那個主持人權限 再把主持人的密碼打進去 這樣就可以獲得主持人權限 好 這是預約使用的方法 那這邊呢 你有那個會議的密碼 跟主持人權限 這邊你可以自己可以記得 那 我們如果說要把 把通知 比如說公佈到 那個研習網 或者是公佈到 公佈給要開會的人 你可以去搜你的信 你的信上面會有很清楚的說明 好 我們來搜一下信 看一下他到底有哪些內容給你 好 這邊 會議通知跟預約完成 好 那這個會議通知你把它打開來看 這邊就會有時間地點 主題的名稱 會議的密碼 所以大家進這個會議室呢 直接點這裡就可以進會議室 然後他就要打這個密碼 會議密碼才進得去 好 然後這邊也會給一些 如果他們還沒有安裝過 可以從這邊進去安裝 好 那這邊都有步驟的教學 好 然後 然後你是主持人 另外打一個主持人密碼 這個在另外一封信上面也會有行 在這個預約完成的這個信件裡面 好 他會跟你說你是主持人 如果你要切換身份 就要在這個地方 獲取主持人權限 把你的主持人密碼打進去 好 這個就是使用教育部的學術網路 他的語音交換平台 也就是ROOM的那個系統 去做視訊會議系統的預約